在篮球中 身高是区分位置的重要标准 尤其是在启蒙阶段 高中训练营 甚至参加选秀时 刚进入NBA阶段时 许多教练会根据球员的身高 建议他们改打不同的位置 因此在NBA中 谎报身高 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开的秘密 有些球员之所以谎报身高 可能是因为不想打内线 因为内线对抗是最大的 也容易受伤 因此他们可能会抱矮一些的身高 而有些球员可能 因为个子实在太矮 为了获得更好的选球身位 可能会报高一些的身高 不过大多数球员的实际身高 和报告的身高之间差别不大 但也有一些球员 即使肉眼就能看出 他们的实际身高 与所报身高不符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NBA许报身高夸张的球员 第一位 德华特·霍华德 官方身高2米11 真实身高2米07 当年霍华德的天赋非常强劲 仅凭运动能力和爆发力 他便骑身联盟最顶尖的中锋之列 强壮的肌肉和宽阔的肩膀 使得许多球迷误以为 他的身高远超常人 然而实际上 官方身高有2米1的霍华德 站在官方身高2米03的詹姆斯旁边 两人的身高差距微乎其微 那是因为以前联盟选秀偏爱内线球星 例如01年的快门不老 02年的姚明 05年的伯古特党 因此为了盖过同届新秀 艾美卡奥卡福的风头 霍华德特意将自己的官方身高 虚报为2米1 奥卡福也将自己的2米05 身高虚报为2米08 但最终他仍然被霍华德超越 只成为一名榜野 霍华德凭借超强的运动能力 一度成为了联盟第一中锋 但年龄增大运动能力下滑后 霍华德身高不足的缺陷就暴露无遗了 第二位本华莱士 官方身高2米06 真实身高2米01 曾经恩师迈克布莱德 预测华莱士能够长到2米13 因此在高中时期 华莱士一直苦练中锋内线技术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高中整个学年华莱士 只长高了不到2厘米 最终身高仅为2米01 远远低于预期 在90年代 内线中锋奥尼尔游音 大梦 罗宾逊 木托姆博等 都是真正超过7尺的球员 因此为了提高被NBA选中的机会 华莱士特意将自己的身高 上报为2米06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华莱士最终仍然落选了 幸运的是 后来巫师给了华莱士一个机会 否则一个身高 只有2米01的内线球员 可能真的会被NBA所抛弃 第三位凯文·加内特 官方身高2米1 真实身高2米14 加内特的全能性非常出众 他不仅擅长运球 跳投和突破 各种变相过人 也运用自如 此外 他的传球技术也相当异流 这些技术特点 给予一个球员身上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 他是一个外线球员 最多也只会猜测 他是小前锋 然而他的身高却突然猛涨 原本球队都打算 让2米08的加内特去打内线 在90年代中锋盛势 联盟中横行着 众多像游音 大卫·罗宾逊 这样的超级中锋 更不用说 那个撞得离谱的大杀 有奥尼尔了 加内特被森林郎 选中进入联盟后 管理层非常重视 他的身高变化 管理层甚至在墙上 标出了距离地面 2米14的地方 准备等加内特 长到2米14之后 就让他去打中锋 有趣的是 加内特在量身高时 并没有挺直身子 他心想再长高 就要去挑战奥尼尔了 千万别再长了 最终 加内特和管理层 进行了深入交流 达成了一致意见 将他的身高定为2米11 实际上 时任森林郎主帅 曾经表示 加内特的身高 达到了2米16 观看加内特 与奥尼尔的照片 视觉效果确实显示 两人差不多高 而奥尼尔的官方身高 也正是2米16 尽管如此 最终加内特 还是错开了位置 没有去打中锋 还是在大前锋的位置上 取得了一番伟大的成就 第四位 何赛 巴里亚 官方身高1米83 真实身高1米78 巴里亚的官方身高 被标注为1米83 但实际上 他的身高最多 只有1米78左右 在06年参加选秀时 为了增加被选中的几率 他特意增加了 6厘米的身高 然而即使如此 他还是沦为了落选秀 对于NBA球员来说 这个身高确实不算高 但想要扣篮 也不应该太过困难 比如同样身高的F3 当然巴里亚的天赋 不如F3 只是下肢力量充足的巴里亚 扣篮应该不是不可能 同时 他在波多黎哥国家队 效力期间 曾在热身赛中 上演过扣篮 但在NBA出场过 802场比赛的他 从来没有一次完成扣篮 第五位 拉塞尔·威斯布鲁克 官方身高1米91 真实身高1米93 威少身高1米91 伊拉德身高1米91 郭艾伦身高1米92 林书豪身高1米91 这里你觉得 谁的数字是真实的 在所有空位合影中 威少通常比对方高出许多 这主要原因是 以威少和利拉德为例 威少的真实身高 约为1米93 而利拉德的 裸足身高 只有1米86 因此 在二人合影时 身高差距 就显得格外明显 第六位 凯文·杜兰特 官方身高2米06 真实身高2米11 杜兰特也是一个 典型的 谎报身高的案例 他面对任何防守 几乎都能够利用自己的 身高优势 和后卫一般的 运球技术 造成错位 过去杜兰特的 官方出色身高 是2米06 但实际上 他的身高 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在美国集训时 杜兰特 考新斯 小乔丹 乔治等人站在一起 乔治的身高是2米06 但在照片中 却是最矮的 小乔丹和考新斯 都是2米11 而杜兰特看起来 比考新斯 还要高一些 尽管后来 考新斯的身高 被证实只有2米08 但杜兰特 显然比2米08的 考新斯高一些 他的真实身高 可能在2米10左右 后来杜兰特 也亲口承认过 他的身高 实际上是2米11 本来应该打 大前锋的身高 但最终 却打了小前锋 第七位 凯文乐福 官方身高2米10 实际身高2米03 乐福的身高变化 确实颇为离谱 从他进入联盟开始 几乎每年 都有不同的官方身高 在会浪时期 他的官方身高 是2米10 而他以两双表现 和出色的三分球而闻名 虽然有些胖 但毫无疑问 他是一位 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到了骑士时期 他的身高 又变成了2米08 他进行了减肥 变成了一个型男 与此同时 当时的 詹姆斯官方身高 是2米03 比乐福官方身高 矮了5厘米 然而 当看到他们合照时 乐福加上头发厚的 身高与平头的詹姆斯 一样高 后来NVA进行了一次 身高普查 乐福终于露出了真相 现在的官方身高 是2米03 实际上 乐福的身高 一直没有变过 一直是2米03 但他作为大前锋 这个身高 不符合标准 可能会影响 他的选秀数位 因此他选择虚保身高 第八位 蒂姆邓肯 官方身高2米11 实际身高2米15 邓肯也是一个 将自己的身高 往矮了抱的例子 他的官方身高 也是2米11 但从照片上 我们可以看出 邓肯和加内特的身高 差不多 因此 他的实际身高 大约是2米15左右 他这么做的理由 也很简单 就是不想被归类为中锋 在那个时代 几个大前锋 包括邓肯 加内特和诺维茨基 基本上都是 2米13以上的怪物 因此 他们的身高问题 可能也是 他们能够玩虐 其他大前锋的原因之一 官方身高1米83 实际身高1米80 艾夫森的官方身高 是1米83 但很多人认为 这可能是虚报的 实际身高 可能只有1米8左右 因此 每当人们谈论到 普通人无法打职业篮球 是因为身体条件不足的时候 就会有人拿艾夫森做例子 认为即便是 拥有普通人的身材 也可以在NBA成为巨星 如果说篮球的天赋 只有身高的话 那么艾夫森的确和普通人一样 但篮球显然 不只是看身高 艾夫森的臂展超过2米 四肢修长 跟肩长度跟1米98的科比接近 这哪是普通人的身体啊 虽然艾夫森看起来很瘦弱 但实际上他浑身都是肌肉 如果不是出于遵从 艾夫森很可能会选择打橄榄球 据说他在橄榄球方面的天赋 甚至比篮球更高 第十位 勒布朗詹姆斯 官方身高2米03 实际身高2米06 詹姆斯选秀时的身高是2米03 一个非常标准的小前方身高 而去年身高普查的时候 詹姆斯的官方身高又变成了2米06 其实也可以理解 詹姆斯当时是高中生选秀 又长高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小伙伴 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